大家好,这里是小七八语,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近日王家尔怒对外媒抹黑中国,为了爱国拼落 1月12日在伦敦的一场演唱会上 王家尔的一番爱国表现彻底轰动全场 引得无数关注网友为其点赞 王家尔究竟都做了什么? 王家尔的一番爱国 更是欢迎国外网友到中国一看究竟 此言一出,不仅现场掌声为动 网上更是掀起一股力挺王家尔爱国的热潮 有网友称这就是作为公众人物的意义 为中国发声宣传中国文化 在国家被外媒抹黑时 他敢第一时间站出来怒对反击 这样的行为身为粉丝都深感自豪 毫无疑问王家尔用一口流利的英文 反击日疑 宁愿赌上自己未来的新途 也要为国家发声的爱国行为 赢得了无数网友的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 这已不是王家尔第一次表明自己的立场了 山地国旗维护国旗 央视力挺保驾护航 出身于香港的王家尔到底有多爱国 早在之前的一场国外演唱会中 当初到的王家尔当时还属于韩国组合 Kad7 在面对台下国人粉丝 递来的中国国旗时 王家尔二话没说 将国旗接过来 对着全场大方展示 更令无数国人自豪的是 随后的王家尔直接将国旗披在身上 向全世界阐明自己是以中国人的身份 不得不说王家尔是第一个 敢披着五星红旗 在国外开演唱会的男人 除此以外 来自央视的一波贴心问候 再次关心王家尔的爱国之心 2019年8月 央视新闻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异议人王家尔转发爱国的相关动态 引起不法分子的恶意骚扰 不仅曝光王家尔的住址与行程 还在社交媒体上扬言攻击 对此央视直接发出警告 立即停止暴力犯罪行为 自以妄为必将付出惨痛代价 结尾更是表示王家尔请注意安全 央视的站台表态已然说明一切 相信不少网友都有疑问 不惜堵上星途与自身安全 为啥王家尔仍要这么做 种种爱国表现的背后究竟有何原因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最了解他的父亲王月姬 曾是国家队的基建运动员 母亲周平是世界体操冠精 而出身于体育世家的王家尔 身受父母的心汤 我是中国人这一点从小便在他的心中扎根 成为艺人后王健尔也不负众望 不管走到哪里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 身处国外的众多场合都在替自己的国家发声 这样的爱国艺人怎么能不让国人喜欢 对于王家尔你是如何看待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这是中国人的主意